这球直接是被盖到 来自于黄瀚军 张文杰有机会来打一个三打二的转换 顶看 手手打进来自于颜家雪 黄一鸣的干扰 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地质中学的一些特点 都是一米九的球员 进攻了满球非常能抢 张文杰的第一个运动战绩球 来自于外线的三分球 空位了 颜家雪这是 他会打得非常舒服的一个节奏 张文杰这球传得不错 黄瀚军篮下两分吃饼 36比31 五分的分差 这球还达成了 张文杰很有想法 但是没有得到一个直接进攻的机会 看一下这颗空位的三分球 那这个球真的是一个神来之笔 投篮投开了 大范围的转球 太敢传了但是质量也很高 好球啊这球 这就是张文杰今年进步的地方 对这球直塞球啊 更多的抬头也能观察到 这个送出更好的助攻了 对这个就丢球了 确实是全明星MVP的级别 好球又一个 又是张文杰 今天屡屡上演这个助攻的好戏啊 妙传的好戏啊 而且这个球是不是裁判给了一个两分有效 而且要给加法 猪吐奥转一球 给球给的质量不高 直接被张文杰空中拦截 三打一二打一 上球之后 颜家雪两分再打进 十七分的颜家雪 猪吐奥呢 虽然是他有一些这样子的出手的选择 但是说实话 说实话毕竟 哎呦好主啊 张文杰啊 这球是一个三打一 干脆也没传 自己直接起来轰炸篮空 非常相信自己的身体素质 所以这个三分选择确实是不够好 冯玉明这个类型啊 真的太对地质这些内线的胃口了 五后球又是来自于张文杰的助攻 张文杰现在八分八篮板七助攻啊 张文杰上篮上篮 Rakuten 得分先上双了 得分上双了 现在明德中圈那么防的话 寂寞会流失非常快 是 这消耗确实是会太大了 太大了 好球啊 第八个助攻 第八个助攻啊 还差两个 这球传的真的 不佳吗 这球有吗 第九个助攻 但是张文杰能回来了 留给他三分三十三秒 能不能拿到一个助攻 拿一个 好了 拿到了 这可能是耐钢历史上第一个三双 来自于湖南地质中学 12号张文杰 12号张文杰